花里胡哨南蛮旗 自带体系可以玩 开局就要1800 大家我是立兄 朵士大王出了很久了 今天就看一下南蛮队现在能不能玩了 同好朋友来自461伏的月时道 大家有三战的我群人也欢迎投稿 朵士大王的毒权巨属 施加猛毒 受到普攻会叠加 蛮族非普攻也能叠加 最多叠加三成 冷却一回合 叠加满了以后对敌军全体造成魔力伤害 并清除冷却 简单来说 朵士大王一速下毒 并尽快叠加猛毒 这技能就能持续的爆发了 孟霍加强一波以后输出稳定了很多 而南蛮队有45%的几率全体伤害提高 而且自身就算震射了 也不会影响自带战法的输出 朵容修改以后需要配合灼烧才能打出伤害 但几率很低 而朵士大王在场 法师本来就要带火吧 顺带能打出配合最好 打不出也无所谓吧 而且朵容的奶量是非常不错的 南蛮队其实蛮有趣的 仅靠自身自带战法就已经有连锁了 而且号组这列配置不是顶配的那种 典长四红梦霍 破阵和绝技机道 上了三个输出 反正看脸嘛 每回合能放一个就不亏啊 朵士大王 夺魂火赤 纯法师王法 火赤能配合朵容 朵容纯辅助 御敌和大象 鹏哥月马改版以后 这个队伍戴上是绝配啊 特别适合中曼术队啊 下面看战报啊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三名蛮族自带战法的伤害啊 孟霍啊 原来带的是绝地反击 后来才换成绝技机道啊 这一场赢得特别轻松啊 孟霍五千三 朵士大王两次四千 作用妇人 哎哟 还有杀敌术啊 一千三 正名啊 和这个火赤猿俩打出配合 这一场打的群攻啊 双方队伍配置都差不多啊 孟霍五千二 哎哟 三次毒权 一万五啊 作用妇人的救援还是特别稳定啊 六千三 打藤甲的妖星 也是克制了 当然是王胜了啊 四次毒权 一万三 打得白板五虎 对面带畸形阵啊 那孟霍发挥肯定不行了 果不其扬啊 一千八 但三次毒权 一万一啊 看来朵士大王的输出来是特别稳定的啊 打满虹太尉没有输就胜利啊 孟霍五千八 五次毒权 哎 看来这个冷却时间重置了啊 血壮啊 看看打输的战报啊 对面这个满虹恶斗 哎 强无敌啊 孟霍和朵士都没有发挥啊 当然是输了 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吧 这个队伍实际上是双输出啊 朵士大王的输出还是蛮稳定的 真的没有报喜不报忧啊 交战列表我放了好久 第一场直接打输的很少啊 基本上都是打赢或者打平啊 看这个啊 第一场啊 两万球打两万三啊 没什么吧 对吧 我们兵力优势 这第二场 哎 一半二打两万八的桃园 哎 也赢了呀 看起来队伍啊 哎 这一队是无盾的啊 超顶配的 行医阵的太尉带着灵机制胜啊 妇女枪 这队伍也不是说强无敌的那种 但是有一定强度啊 而且技能都是可以随便换的啊 看才吃饭 万一件事这三个武将的自大将法有就可以了 好了 周一到五晚上十点直播 永久免费咖啡价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